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星期四早上9点到10点半 星电视同报现场直播 回到星期四早上9点12分的时间 每个星期四早上有我们星岛总编辑时间 请到星岛报美西版社长和总编辑梁建峰先生 梁总早晨 主持人早晨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梁总 我们今个星期都继续要关注在美国的疫情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我们的疫情非常之严峻 在整个美国来说已经超过接近7万的确诊数字 在东岸的纽约来说更加重灾区 我们加州来说就继续和华盛顿州 大家好像在跑马仔一时就华盛顿高一点 一时就我们加州高一点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不容乐观 梁总 你怎么看现在的美国疫情的发展呢 今天做节目呢 我就每一次我们都要想一个大的标题 虽然我们讲的内容会超出了这个范围 但总是有个主题在那里定在那里 今天我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我们叫做大国博弈 要钱不要命 这个是我这几天比较感受比较深一点的 现在美国的疫情就一直直线上升 都是处于这个爆发期的初段 有人还说有我们湾区的医学的专家 就是有一个估计就是 未来的三周呢 我们才会慢慢慢慢攀到上高峰那里 所以现在呢还是一个开始 现在纽约呢已经是 纽约州和纽约市已经是一个的大爆发 那我们看这个数字呢 因为它统计呢 美国是比较混乱一些的 就自己各个不同的新闻机构啊 或者各个地方在那里总合 因为美国疾控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掌握这些数字啊 所以我们只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机构媒体里面来看 那现在我手边这个网站看到的资料呢 就是说到现在 看看先看 它是截止应该是昨晚的 那就是我们美国呢 是有69,246宗的 而死亡个案呢是1066的 嗯 那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参考的数字啊 这个大家不要拿去 就是去到个位数来说准不准确 因为没办法准确 嗯 但是那个趋势呢 就是这样上 那昨天的一天呢 又上了全国呢 是上了过万的 嗯 每天都是过千过万的 是的 所以现在说的就是说 意大利是全球最高峰的 嗯 就是新的确诊来说 是最高峰的 但是总的数字来说呢 当然仍然就是中国了 嗯 中国到现在的确诊是八万多 几宗 而死亡个案呢 是三千多例的 嗯 但是意大利呢 已经上到七万四了 那希望他疫情受控了 但是现在看来呢 都未用得这两个字啊 都还未受控 所以他还是可能会超越中国 而他的 不幸的呢 就是他的死亡病例呢 就是中国的一倍 嗯 一倍不止了 他已经 他接近百分之十的 九点几的 我知道他的死亡率 十了 如果我现在看来 因为他是七万四个累计个案 但是死亡呢 是七千五 哦 那就过了十了 那已经过了十个百分之 那是相当高 中国好像是四个百分之 嗯 但是以中国人口 是美国的四 四到五倍 是 我们三亿多人 中国的十四亿人来计 这个数字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的传播 受感染的数字呢 是比较惊人的 其实 我们不想它发生了 当然 大专家估计也会有根据在那里 就是说我们那个 最后的那个确诊人数 是会 可能会上去世界第一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在美国 现在我们看到的 那个死亡的数字呢 都是属于 比较来说 不是那么高 嗯 是 任何死亡个案 我们都不想 但是实际呢 又不是说 好像意大利那样 因为我们六万多个病例呢 我们是一千多人的死亡 和意大利 去到七万多 就是多了一万个病例 但是死亡人数 是多了六千多 这个就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美国的情况 所以 就引来有一些不同的 去对待这个疫情 有一些地方政府 或者一些政客议员 就会认为 虽然人数龐大 但是呢 杀伤力不是那么高 包括 因为我们习惯了 我们每年都流感 我们流感 也都说 二百万计的人 受感染的 然后 最后 住院的 以至死亡的 都是一万多千 这样的死亡个案 现在看来 都还未那么可怕 所以有些人 就会觉得 不要想象得那么恐怖 所以在美国 就很不一致 所以在今次来看 我就说 我们怎么去看 两地的疫情的变化 中国基本上 我们上星期都说了 已经是在一个 受控的情况下 现在每天新增的病例 好几天 基本都是 输入性病 输入的 就是本地的 互相感染 或者本地再原发的 这些个案 已经有好几天 数字是零 但是 中国总理李克强 再次强调 不要为了 歸零而歸零 大家要老老实实 这个就由中央的指示 大家要老实的 去做这些统计 但是基本看来 中国的疫情 就已经 可以说是 基本受控 受控 而且已经走下坡 你看最初的时候 中国是 物资缺乏 医療系统 就是频道崩溃 到现在 我们看到 欧洲 其他很多国家 受到这个疫症的时候 中国还派出人员 去帮忙 输出很多物资 所以整个世纪 是倒转过来 但是我们主要看 就是 看这个疫情 有几个层面 我们可以看的 第一当然 是最科学的 就是医学的层面 从公共卫生的层面 去关注 这个事件的变化 但是疫情本身 在这个全球的政治里面 就很难 纯是科学 纯公共卫生 它就必然会参集到 第一 直接的可能经济影响 第二 就是政治的因素 尤其是在美国和中国 两个大国 正是劇烈地在博弈当中 这年纪两年来 真是 摆到上台面来对碰的时候 疫症就在这个时候发生 就绝对不能避开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 来我们去关注它 而经济本身 其实背后也是政治 所以归根究底 在这个疫情 是脱离不开 从政治层面来分析它 梁总 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 很多美国的高官 特别是总统特朗普的言论 非常惹火 最近他就说 已经改口了 就不再讲这个中国病毒 但是仍然都有一点点口硬 就说这个病毒 一定是中国传过来 他就没有后悔有关的言论 另外就是我们的国务卿蓬佩奥 就是继续在一些会议当中 是用这个武汉病毒 就是武汉肺炎的名称 其实很多的高官 仍然是抛出这个 就是将这个锅 射到中国那边 将这个责任 是归告到中国方面 很多的消息 看出来都是 就是将这个舆论的焦点 转移到中国身上 反而好像 不是那么集中在抗疫方面 梁总 你怎么看这种做法呢 其实呢 我们都说了 由最初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过几月前 我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 我还没戴口罩 我已经说了 就是说 我们观察这个疫情 要看的 我说疫情始终都会过 就算美国 在未来一个月 会走上去爆发高峰也好 但是再过一两个月 它始终都会过 我们在看的就是说 这个国家 我们当时看中国 是如何去应对 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公共卫生灾难 然后在应对当中 所展示出来的价值 以至去政府管治治理的能力 价值取向治理能力 以及国家实力的水平 去观察这些 现在 中国的成绩单 基本上已经交出来了 当然 有人还可以怎么批评 但我觉得 没意思了 你批评他 就是一张嘴 你自己怎么说他衰 什么都好 你怎么搞很多假的文宣 假的新闻出来都好 因为完全伤害不了 因为 放在这里的就是一个事实 就是 十四亿中国人 共同经历了的 这三个月里面 政府是怎样的运作 大家整体每一个人的运作 中间是怎样的 这些经历 是没有人能够用几篇的文书 或者几段的假片 假照就可以抹黑得到 或者就可以去推得回 这些东西已经放在那里 现在轮到就是 美国要交成绩单出来 而美国交的同样 我们去观察美国现在的疫情 都仍在看这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政府治理的能力 在治理的能力背后 出发的价值取向 所谓我们的文化价值 在哪里 这些都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从中国来看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简单就是 控制疫情 用到前所未有的手段 和中央强力的力度来管控它 最初爆发的当然就是武汉 武汉地方政府 湖北省省政府来出来 当一爆发而不能收拾的时候 就许可说 我们在中国中央马上强势的接管 可以这样说 地方领导换完 然后中央派人 你以我们封建一点的就是 音差大臣 派人指道组出来 这些组出来 组出来 是小到 不单止武汉 市 那些衛生官員有沒有方案去做 你不行的 你不積極的 你做假的 全部問責 全部解僱 強勢的就是一定要打這個東西 動用到全國力量 解放軍之類 然後說的是這場是一場戰爭 大家一定要去打勝 無論是思想準備 國民的教育 醫療的手段 物資的供應 全國動起來就一定要制住武漢疫情 不要抗殺 這種努力就是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這個所謂封城這件事 最初做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震撼 包括我一看 真的是這樣 所有公共交通斷絕了 不讓你的人出去 然後再加上有人守著每個小區 每棟樓都是這樣來封閉式的管理 前所未有 像有人說 整個地方整個城市變成大監獄 用這樣的代價 現在經濟的停頓 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增長 在一種比較放緩的情況下 還將整個經濟都半憂黑的狀況下 福金大代價就是為了這個疫情 思想很單一 意思就是很明確就是這件事 但相對於美國來說 有些不一樣 美國是比較複雜 我們到現在都掌握不到有一個由上而下 全國統一對待疫情的態度方向 我們沒有 第一 這個是體制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體制 而地方有充分的權力 其實是市 縣市 然後到省 各個的領導 其實他都有相當的自主能力在那裏 但當中央一拉響 要管的時候 又直接管得到你的 因為你們的任命都是在中央那裏 所以這個體制就能夠有一個統一的方向 在那裏治理這個疫情 我們應該怎麼做 那有一個程度 但美國的體制本來就不一樣 我們這個聯邦制 有一個聯邦政府 有一個聯邦政府 負責很大的功能在那裏 我們的經濟 外交 軍事 但是各州是一個聯邦式的 我們各州的自治 州長 州的法例 州應該怎麼去應對 他又可以有他自己 然後到我們城市 城市有他自己 也都有一部分相當的自主力在那裏 所以怎麼去應對 他就是視乎各個市長 各個州長 各個州長 他自己的態度 和他當然遇到疫情的狀況 不一樣 而聯邦政府所有的心思 也都不一樣 所以很奇怪 所以我們到現在美國 我們是找不到一個統一的方向 或者一個很明確的方針 要怎麼應對 好像說這個疫情 白宮我們總統會 記者會會請一些醫學專家 但有個突然掩著嘴在那裏 笑那個就不見了 很多的傳言在那裏 又說要統一口徑 又說不准說什麼 我們很混亂 這個跟我們的體制有關 這個體制是好是壞 有好處當然也會有些避充 這個時間我們稍微去廣告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深入探討 今次新冠疫情對全世界 和對我們美國的影響 好 回到第二節的總編集時間 我們繼續關注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梁總 其實我們看到美國方面 因為美國聯邦制 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的政策 正如你剛剛所說 很不一致 而且好像不同州份 處理手段的速度都不同 好像加州就比較迅速 而去到紐約州 譬如說我們封了城之後 紐約州的病例比我們更加多 都是遲了一個星期才做封城的措施 你怎麼看這個地方和聯邦不一致 造成美國現在的疫情 會不會在灑害時間更加嚴重呢 因為他說4月8日 我們說緊急狀態令是4月8日 但其實現在情況應該有機會是延長的 梁總 可不可以跟大家再分析一下 這個地方和聯邦的不一致 不同地方政府各自為政 對今次疫情的影響 其實美國真的看完那種文化裡面的不一樣 我們是一個標榜個人自由的地方 我們這個聯邦體制 也都是很尊重所謂各個州的自治 所以我們有三重的法 有聯邦法 有州的法 也都有市地方 原市的法 我們是尊重自治 尊重個人自由的 但是去到疫情這些病毒 本身也沒有政治意識 無論你是什麼政黨的人 你是什麼信仰的人 你要感染的時候就感染了 所以當面對疫情的時候 我們本來最應該是用一個科學 公共衛生安全的角度來入手 就好像中國這樣 因為我們的體制不一樣 我們的政治信念不一樣 社會文化人的價值觀不一樣 像到現在這樣 如果你說你要戴口罩出街的時候 仍然會遇到歧視的目光 這些一樣是會有的 我自己都有感受到 都有遇到這樣的事件 而在這個裏面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是 究竟我們最重要的是 看回聯邦政府 因為它掌握最大的資源 我們大部分的稅收都去了 聯邦政府掌握最大的資源的時候 在災難應變的時候 也是聯邦政府有最大的力量 現在這個時候 聯邦政府就是我們的白宮 總統的心思在哪裡 究竟他個人怎樣看這個疫症 怎樣看這個公共衛生的災難 是很決定性的 當然今天仍然有很多 我們總統的鐵桿粉絲在那裏支持他做的事 但我們姑且我們放下個人的喜好 我們從他的言行 或者我現在提出來的舉措 我們看看究竟我們最高領導人 在美國是怎樣指揮領導去對抗這個疫情 第一點我們看到 其實我們的總統一向疫情爆發以來 自向中國發生 其實美國政客基本採取一種就是 隔岸觀火行災樂禍 愛你不利的態度 而有沒有說從中警惕到這個病毒 會有朝一日傳到美國 而引起災難呢 似乎沒有人相信 沒有人準備 沒有人意識到是這樣 最初的時候我就想 是不是因為我們已經美國掌握了 有好的應對方式呢 還未露一手而已 我手上還拿著某些靈藥在那裏 是不是這樣呢 有某些防衛手段 只不過還未公佈 所以他們這麼老定呢 不過都是這樣在估計 但是發現原來不是 不是啊 到現在疫情一爆發的時候 原來是真的沒有準備 是很老實的 不是說有些什麼東西在那裏 到時候才把絕招拿出來 原來不是啊 或者絕招還未來到 但是又不是 好了 一開始原來就是輕時 我們總統就說 這個是流感而已 而且說到這個 大家不用擔心 到時都後 它就會好像一個奇蹟 是一個神蹟 這樣自己就會消失的了 就會沒有了 這樣 然後還在推特上面說 大家對於有人死 為什麼要這麼意外呢 每一年流感 我們都死過萬人的了 每一年都是這樣 你就當是這場流感嚴重一點 心態一開始就是這樣 但是到了疫情迫來的時候 當然要說些事情 做些措施 宣佈災區 這些泥牌動作之後 但是州政府 尤其是受到災區 受到疫情影響比較大的州 都在不斷抱怨 就是說不見聯邦政府的大手的資助 是來到 尤其是物資 各樣的支援 還未見到或者還不夠 但是聯邦政府最積極做的 是經濟 是錢方面 所以我今天定了標題 就是說要錢不要命 就是說經濟他們著眼怎樣 要救的呢 是經濟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疫情 我自己的感覺 我未必對 有人可以在外面 就是聯邦政府應對 就會覺得 因這個病情而死的話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在現在美國目前的狀況 以這樣的死亡率來說 可能有些專家 有些不一定是醫學專家 那些是一些政治財經的精英 有影響力的精英 他們覺得可能 其實這個是可以接受的 是 因為我們每年都是這樣 有這樣的數字 因為這些不能治癒的傳染病而死的 所以沒有緊要 現在都還可以 但是重要的就是我們經濟不能受損 尤其是我們的百業停頓 這件事他們不能接受 所以最初對這個疫情爆發 我們沒有所謂的要居家避疫 即是不可以出門 那些店舖又要限制人數 即是經濟中心定的時候 即是停頓的時候 我們看到美國政客 其實不多緊張的 嘴巴緊張 大家要注意了 或是CDC出來 疾控中心 說幾句大家要提防的事情 這些都是比較是例牌 不是真的說是在災難時間 應急那種的焦急 或者那種的速度 不是的 緊張程度並不是這樣的 直至到什麼時候開始 才有大的動作出來 會關注呢 我想這個可能 數下來就要到我們三回事 即是全美國來說 第一個說要禁止那些人聚集 即是不給相當的人數 因為數字一直變得很快 最初的時候又說200人 接著說100 接著說50 接著說10 我們灣區是很快速的 一直這樣變 加州政府也跟著這樣做 接著說三藩市 第一個就說 你不要出門 周長早晚說 65歲的不要出門 翌日早上睡醒 三藩市就說所有人都不要出門 所以這個影響就是 經濟就馬上停 就好像中國那樣 突然間休克 所以有人說笑中國 又說中國沒有人權 不尊重個人自由 誰知道原來美國遇到這個疫症 殺到近身的時候 地方政府第一個反應就是跟中國一樣 跟中國一樣 學習中國採取的一些措施 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刺痛了我們在上層 白宮的官員或者華盛頓的精英 就覺得 咦 開始不妥當了 因為你一個三藩市是這樣 一個加州是這樣 接著 相信 蔓延到其他地方有疫症 這些城市都跟著 跟著的時候 現在紐約開始跟著的時候 麻煩載了 麻煩帶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兩東西兩岸的經濟 這個命脈的重心 這邊我們加州有植谷 有我們的農業是最強的一個經濟體 獨立來說 世界排名 好像以前說爬第六 現在爬第八 然後紐約 紐約也是這樣 紐約現在變成一個重災區 那怎麼辦呢 開始股市有反應 但是股市的反應是很複雜的 不是純粹單一 看到這樣 可能背後還有很多操作 我們是跟不到的 但是這個他們關心 令到聯邦政府真正關心 並不是說疫情已經來到美國 並不是說開始已經有很大量的人感染 或者有人因這個病而過身 在他們來說 這些都是顯示來的 這些都是限視來的 因為是連連如是 我們總統都這麼說 連連是這樣的 你們關心什麼 你們為什麼突然間這麼緊張 連都死幾萬 現在我們總統誇大數字 還說三五萬 其實都沒有這麼多 沒有萬多 其實今年也是死了萬多人 所謂流感 但現在有人知道 可能包裝了這些 新型冠狀病毒的死亡數字 但我們不知道的 原來依然是沒有這種檢測 都是萬多 所以不是說因為這個疾病 這個有死亡而令他們警覺要做事 聯邦政府今天 國會議員總統白宮 很勤力地做事 是因為錢 是因為錢 而因為這個錢裏面 就更加複雜了 這個錢究竟是關顧誰的錢 大家都在爭 是一般打工仔的錢 因為大企業大老闆的錢 好 這個時間我們先進去廣告 稍後回來繼續探討有關的問題 好 繼續是總必須時間 也想問梁總 在上一節的尾聲說到 就是聯邦政府非常看重 今次的經濟方面 造成的影響 但是想問回 就是總特朗普近期的一個言論 他就說很快沒事的 就是很樂觀 樂觀得令人覺得 有點匪夷所思 在一個角度來說 就是數字不停地升 他就說其實 復節左右就可以復工了 應該疫情很快就會緩解下來 那梁總你怎麼看他這種說法呢 因為其實跟我們現實所面對的 就是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現實面對的死亡數字上升 這個感染病例上升 全美有超過30萬人已經受到感染了 很多結果是未出來的 這個數字是還有機會再上升 但是總統特朗普就反其道而行 就說過多兩個星期就可以復工了 那梁總你怎麼看總統特朗普這種 這麼樂觀的心態呢 所以領導人的指導思想 習近平對付疫症的時候 就說必須要打贏 即是不惜代價 動用全國之力都要打贏 這一場的疫症 這一場戰役 阻截戰 總體戰 就是說整個全國的總體 阻截武漢的疫情向外的流出來 這些有去用戰略宣傳的詞語 但是意明白就是這樣去做 而特朗普的指導思想是什麼呢 他早兩天說了 就是我們不可以讓這個藥治療的手段 成為一個更有害的東西 就是說你去治這個病 但是你用的手段用的藥 原來傷害性更大的 這樣就不行了 這樣 他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就是在罵我們灣區 加州 或者紐約這些 你們這樣去治療 又要停頓了經濟 又要不讓人出街 即是所有商量 令到美國股市 進入紅市 跌了三十幾個百分比 這些所謂你們拿出來的治癒的手段 已經傷害性比病毒大了 那個思想就很明顯了 就是說美國經濟的損害 遠遠是我們應該重視多過這個病毒對人體的殺傷 也有些政客出來附和 就是說我們一些人病死 我們復工之後有人會受感染 然後有人病死 但是對於挽救整個美國經濟 或者維持美國的強大 我們美國的偉大 而付出這些代價是值得的 意思就是說 是很小的 如果我們因為要阻截這個傳播 阻截這個傳染 然後也都令到我們經濟受這麼大的損害 我們要付出這麼多的話 是完全不值得的 死這些人是沒有什麼相干 可以這麼說 可以的 這個就是現在由我們總統說出來的 或者附和他身邊的附和他的政客 他那些的粉絲 所以說的一件事 就是說更多人受害 而且他一抓就會抓到民粹那裡 喂不單止炒股票那些大戶 還有的就是我們一般打工仔 你沒有工作 你要拿失業 或者你的生活很受影響 你的小孩又回不了學 那不要啦 我們不要理他 我們回復最初 我們總統的態度 就是說 就當是一場感冒算了 大家有經常的 就留下棋 我們感冒也是這樣 你說你有咳啦 你有感冒嗎 不要上班了 響企 多喝點水 反正都沒有藥醫 Ravis都是這樣 沒有藥給你吃的 你發燒 吃點退燒藥 你咳啦 吃點紫咳藥 但他本身不是治理我的病毒 是治理我的症狀 現在似乎我們整個聯邦政府 就想帶我們走這條路 當然如果多了有危重要住院的 就在那裏加些資源 有加資源 沒有加 但就肯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國會做的最大的手段 通過了2萬億的方案 這個參議院 現在等著眾議院 都是在經濟方面 派錢 派錢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公平的社會 為什麼我們美國社會穩定呢 如果我們用一個特定 我們美國的維穩費都很重要 就是說大企業拿到很大塊之餘 他都不會忘記你 下邊的他都會給你一些 大家的胃口目標不一樣 所以在裏面都是說 看著這個經濟 看著這個錢最重要 而中國現在還在說 雖然疫症受了控制 但中國說 是要有罪的謹慎的復工 而我們總統說 不是 你們宣佈了幾個星期 現在總統說了 玩到四月初你們不要再搞了 這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沒有直接權利 要求你一定的 但是他只能放出一個 強的訊息出來 就是說 不要啦 四月完結後 你們已經宣佈了 四月完結後 你們好回來上班 敢於不怕的 敢於因為大部分人都會沒事的 有時候那些 你就當為國家盡忠 這是我家的 背後的意識和精神就是這樣 而且有些政客有說過類似的言論 老人家是為國捐軀的 這些就是少數的極端 但是總的我們 那個美國的文化就是有一件事 會令到這種 雖然我們聽上去很極端的這些事情 但是背後又會有很多人會認同支持 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 這個美國文化 我們不能夠長期不動的 我們要出去曬太陽 你看很多學生仔都去海灘 去公園 我們接受不了 我們那個忍耐力 就是為了這個我們說要防病症 我們不出街 中國人或中國文化裡面 那種的內力 跟美國文化那種的內力 那種內力 現在就是一個對比 所以兩個國家同樣疫情的時候 有太多地方可以比 文化方面 我們很多人會支持特朗普 說 對呀我們都出來 因為我們受不了 我們 你叫我養企做什麼 所以這個是文化問題 不一定是政治上 去認同特朗普 也不一定在醫學角度 科學上去知道多少 而是那個習慣生活 價值觀幣一樣 好 那這個時間我們先去廣告 稍後回來繼續在總編輯時間 星島總編輯 梁建峰 一一分析民生民情 社會時事 國際大局 星島中文電台 總編輯時間 逢星期四 朝早九點到十點半 星電視同報現場直播 回到我們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繼續關注新冠肺炎疫情 在政治層面上 我們看到經濟 總共特朗普和國會派錢 希望可以安撫民心 但在政治層面上 不停發出一些言論 我們剛剛兩節都說 就好像有些 將射駁 或者是 將這隻鑊 扔給中國 不停把所有疑似的 都說因為中國沒有透明數據 不提早向世界公佈 這個我個人覺得 真的是最無賴的一件事 為什麼要無賴 1月24日 武漢就已經封城了 到現在為止是兩個月 兩個月的時間 你覺得還不提早跟你說 這個嚴重性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那種無奈的感覺 梁總你怎麼看 用這種政治操作呢 我們待會十點以後 這幾個小時後 新聞簡報回來 我們會專門說一下 剛才Kent說這件事 接待我們做一些鋪電 再說一下這件事 就是說 在這個疫情爆發的時候 正是中美較勁 而美國整個國家方向 所重視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不是民主自由 很多人覺得 美國最大的價值是民主自由 不是 美國最大的價值是錢 由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 在19世紀發展的時候 它就是政治和企業利益 絕對捆綁在一起 滾動發展的一個體制 政治、政客、甚至政客 國家所擁有的軍隊 所服務的對象就是企業的利益 這是在殖民時期的時候 美國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的政客和企業集團的高管 跳來跳去的 大家去看看 集團的高管會跳進去做政客 政客走出來 又去集團裏面做高管 跳來跳去 我們一個圈子裏面 這些精英 就是一個集團 所以美國就是一個 注重它本身的利益擴張 就是所謂的全球利益擴張 可以擴散 可以傳播的 並不是民主自由 並不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價值觀 因為可以跟美國做朋友的 是可以一些國王、獨裁者 也可以是一些 自由傳統的西式民主的國家 他什麼都可以跟他做到很好的老友 所以他不是說真的有一種價值觀 他的價值觀是用來鞭打 那些不聽話的人 或者那些跟他抱有敵意的人 才是拿出他的所謂的價值觀出來 來打他們 所以現在看到的美國就是重視的 為什麼要對付中國呢 就是因為中國的強大 中國崛起 威脅到美國掌握全球 經濟資源 或者定價權的地位 受到這個威脅 所以這個是跟中國爭取的 所以中國發生疫情的時候 他們開始就開心了 你看看 不單止我們的勞工部長說 就業回來了 然後很多人就唱說 中國崩潰了 你們說不崩潰 這次有什麼疫情底下 整個中國都休克了 中國崩潰了 沒得跟美國爭了 於是就很開心 但他們開心地看的時候 都是看著中國如何衰敗 在經濟上面 然後美國就獨善其身了 可以 因為美國一向都是世界災難資金的避險中心 但是到現在的時候 疫情過來了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 開始受到有少少的影響的時候 馬上他們就警告 第一時間 警告 那個動作相當順速 就是要怎樣維持 我們美國的影響力 因為這一波 我看到最大的問題就是 中國站穩了 中國站穩了之後 他們原來很忍得 他們又慢慢又復工了 現在居然可以有秩序地生產 如果這一波在美國的經濟停頓下來 這個損失才是最大的 所以我就說看這些政客的心思 完全不是在對付這個疫情裏面 而是在這個 還在這個全球博弈裏面來想 所以經濟方面 出口術都好 甚至可以特別為一間公司 我們總統 為一間公司來發言 波音 波音突然跌跌跌了很多 然後總統就出口術 波音是好公司來的 我們一定要救到他 波音堂,他們今次上彎 沒錯 我們總統可以為一間公司 而出口術 所以我們看看整個國家的價值觀念 並不一樣 而是爭奪的是 它仍然是從政治來看 政治和經濟是沒有辦法拆開的 所以他們用政治來開始 為何要抹黑中國呢 當中國經濟疫情已經穩定了一點 這個很奇怪 中國疫情爆發得最要緊的時候 也不太罵中國 只是說風涼話 但當中國穩定了之後便會來 很奇怪 中國疫情穩定了之後才會發生生化武器洩漏 待會又說要中國道歉 為什麼突然去指責中國 當中國好的時候就去指責中國 奇怪了 這些其實就是一種政治較量 沒錯 這時間我們先去廣告和新聞簡報 稍後回來是十點鐘後的總編輯時間 好 回到十點鐘的總編輯時間 我們在上一節也說過 其實今次我們看到中美的博弈 疫情也有得博弈 在全世界都應該一起對抗 一起去戰勝的這個逆魔之前 也有得搞對抗 也有得搞互相甩骨 特別是美國 我們看到那個聲勢 或者他們說的言論都非常之多 加上近期有些本地的文章有提到 就是中國自己互相打臉 比如說崔天海 我們駐美大使崔天海 打臉趙立堅這個情況 我也看到華文報章上面用這個大標題 就是我們的大使崔天海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海 打臉趙立堅一個中國發言人 早前在推特上去質問美國是否要解釋 病毒是否從美國來的 我覺得這個新聞太過標題黨了 過度解讀 而是相當不正確的 我們稍後再講講這些 即是挖仲式 或者趁機也踩中國的 這些標題報道 是什麼一回事 稍後再講 在大國博弈的框架裡面來看這個疫情 美國為什麼在中國疫情穩定 而中國開始去向其他重災區 才是幫伊朗先的 伊朗那些人 美國沒有什麼出聲 但是幫到歐洲的時候 美國反應就大了 意大利 你知道意大利人口少中國多少 我看過好像是六千多萬人 但是他突然間有這麼多人染病 死亡率這麼高 顯示的是什麼呢 顯示的是這些我們傳統養物的西方國家 其實他在那個資源方面 那個國家的整體力量方面 其實真的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堅硬 所以當中國在這個地方 他自己剛剛受了重傷 但馬上就去幫那麼多人的時候 不單止分享你的經驗 醫療團隊 物資 物資的量都很驚人 幾多萬噸幾多噸去送出去 而且不是一個國家 還有很多個國家 美國開始就緊張了一些 所以為什麼總統要出口術 或者政客開始說 或者發動一些打手 在媒體上的打手 叫中國要道歉啊 又要起訴中國 開始要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就是看不過眼 你中國怎麼可以這樣 你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扮英雄呢 你應該是趴在地那個 你應該是被打趴那個 你沒有被打趴到 你現在站在地上 你還要出來扮英雄 還要去救 而且這些都是我勢力範圍裡面的 我這些傳統的 在我下面的馬仔 可以這樣說 所以要提醒他們 你要恨中國 你要恨中國才對 因為這些是中國類你 你以為他現在幫你好東西 其實就是這樣玩這些正義 但這個政治一玩出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在國與國的 較勁的層面那裡 來刺一下中國 但是特朗普又要選舉 在這時期一說的時候 我們國內的 我們亞裔受到的種族歧視 我都說一開始已經是有的了 這個病毒開始 開始是怪異的目光 現在直到到很多 很多當面的侮辱 身體傷害都出現的時候 美國又有他自己的一套遊戲 國內選舉裡面 有很多政治正確你要守 所以又有壓力了 因為今年要選舉 要選舉的時候 如果你說再握上一個 種族仇恨的煽動者的話 那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又要搞少少平衡了 國際上他絕對不介意 而且很主動的 派出馬仔 龐佩奧國務卿 四處去罵中國 抹黑中國 包括副總統也是 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是國與國利益的爭奪 而且是要打散這個 中國在這個國際 想建立的善良的形象 他就要搞黑你 但是在國內裡面 如果這麼波及到 他背了另一些罪名 影響到選情 總統又不想 所以他又走出來 隔兩天就說 這些亞裔是一個好的公民 很優秀 我們要保護 美國亞裔 甚至全世界都要保護 為什麼要說這些話呢 就是要減輕對自己的選情的影響 千萬不要讓種族仇恨 這些hate crime 這些仇恨罪行 蔓延下去 以至影響到 第二天 被民主黨撿著一件事 因為民主黨最擅長的 撿著的就是 少數族裔的票 所以他不想背負這件事 所以又想緩和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 兩者的博弈 很有趣 為什麼美國要說中國病毒 最初有議員 有些政客 有些民間的所謂媒體 我相信都是某些人的打手 就開始說 這個是武漢的細菌武器研究所洩漏出來的 於是有人說 異正言辭 質問了 中國要解釋 這樣 他們可以的 大聲要解釋 中國怎樣去應對 美國這一招 靠口來的攻擊呢 這樣 就 利用發言人 在這裏說 趙立堅怎麼會是個人的行為 美國 在中國做到這樣的位置 作為一個 國家機關的發言人 會不會 他面向國際的時候 隨意地寫幾句話 當然不會 這是中國的一個招數 既然美國已經出手 說是中國的時候 我就再問你 你說我們的武器研究所 那會不會是你們的武器研究所 你們的生化武器研究所 你們都出現問題 你們明顯 馬里蘭州這個生化武器研究所 就被你們自己都封了 是出現安全問題 安全事故 他就再問回去 問的時候 開始這個戰爭就來了 你這樣說我們 我就叫中國病毒 當這個一來一往 中國大肆出來 如果大家看回兩段的訪問 兩段的訪問裡面 由原始那段訪問的時候 大肆是想說的 就是 任何這些病毒的來源 應該是交給科學家去找 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裡 但是散播任何的陰謀論 他覺得都是有害的 都是不應該的 他講的任何這些 就是包括了美國最初講的 還有你可以說趙勒堅的 一個唱黑一個唱白 其實就是 互相可以 你用得難聽一點 你說請媽媽 但是你又可以說 互相呼應 互相呼應 但是有人理解為 這個去打念他 去否認他 傻嗎 現在中國這麼強的領導體制下 會不會有跟一個系統裡的發言人 可以互相打念 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稍有中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 怎麼會出一個標題說 崔天凱打念趙立堅 這麼荒謬的標題 這是不可能的事 這個時間我們先去廣告 回到我們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等梁忠做總結 所以怎樣理解崔天凱說話 或者中國這一波在華戰裡的回應策略呢 首先崔天凱都說了 這些謠言這些謠言這些謠言這些謠謠的言論是由美國開始的 於是由美國政客媒體先來攻擊中國 所以中國就策動反擊了 反擊後問回你 是不是你們啊 因為你的確是有事故有事 問回你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要告訴美國一個信號 你不叫中國病毒 你不叫做 我都可以反擊你 我不是坐在那邊喝你話的 我都會出聲的 一出聲的時候 大家到一個程度就知道 我能不能夠在這方面反面呢 反不了面 反不了面 本來說我堅持中國病毒下去 行不行呢 沒有不行 第一我就說選舉的因素 選舉國內形象的因素 然後說我跟中國因為這樣而施破裂 是否最好的時機呢 是否最值得打下去呢 於是他自己就收口 就派龐貝奧繼續去廢 繼續去搞 即是低了層次 降低了層次 而中國的意思就是 派吹奪出來就說 你不搞我就不搞 你搞我也搞 這個就是中國一貫 你看那裡就說 我不惹事 但我又不怕事 即是你主導過來 我又會應對 所以這個就是 現在整場戲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人覺得 哎呀中國多混亂 這個趙阿堅 又可能瘋狂民族主 自己出來亂說話 現在他們又怕了 中國又收拾 這些全部都是荒謬的東西 現在你看中國的應對罪下 出處進退 是很有分寸的一件事 不會亂七八糟 現在我們看中國的疫情 能夠在這兩個月裡 能夠控制到這樣的地步 而其他國家控制不到 其實正正顯示的一件事 正正顯示的就是 究竟哪個國家是更有力量 揭得到 這個我也說了 我早個月我也說了 疫情過後的中國 會是令到西方更加震驚 包括美國 所以美國現在手要自己的就是 我不能亂 亂的是在經濟方面 甚至可以犧牲一些的人 都可以 但是在美國的經濟是要站穩 這個是很不同的取向 美國這樣做是不是錯呢 我不會用一個對錯去批評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發展的方向 或者它整體的價值觀在那裡 美國需要的就是維持一個世界的絕對領導地位 而這個絕對領導地位不是在道德層面 而是在經濟利益層面裡面 而經濟利益當然是透過政治和軍事來控制 所以美國已經說了 歷代的總統 甚至奧巴馬 甚至克林頓 大家都覺得他是很溫和的總統 也好有事的總統 他這種國家的長遠發展的定位 那個價值觀都是一致的 其實跟特朗普都是一致的 是同一樣的 美國必須要繼續成為世界唯一的領導的國家 超級大國 是能夠掌控全世界所有的定價定義的權力 所以這個是一致的 所以現在站在這個國家總體的價值觀來說 美國這一波這樣做 要錢不要命是對的 那對的意思不是我自己認同這個價值觀 我不認同 但是站在美國現在的文化 那個國家發展到現在 這百多年來其實都是這樣的價值觀 就是我真的要維護自己的經濟實力最重要 所以我們預計接下來的就是一場內戰 這個疫情裡面的內戰 就是聯邦政府肯定是會強力推大家 復工 我給措施來 要一些企業要去請人 要大家開工 要給錢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所謂的救助方案 這兩萬億是怎樣使用 除了說一些個人可以拿到一些現金之外 其實企業是佔大頭的 但是企業的這些錢是怎樣才拿得到 它有什麼條件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要求那些企業要怎樣復工 不知道我現在說不到 但是看得到聯邦政府一定是會強推 就是大家當沒這件事 盡量低調 盡量低調 意思是不要怕 我們繼續出來 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想什麼這件事 地方政府好像市政府 我們有三環市或者加州 為什麼不想呢 因為醫院是在我那裡運作的 三環市總醫院是市政府去運作的 如果當疫情不受控 突然間走幾千人要去住院的時候 我怎麼辦呢 我不控制 現在為什麼要控制疫情 就是不想它崩潰 在中國武漢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看到 醫療系統突然是負荷不了 是崩潰的 意大利也是崩潰了 所以這些已經發生了的時候 地方是提到我的醫療系統 根本是不能負荷的 只要大家好好地在家裡 不要有重症發生 有少少減的 你自己搞定 希望你自己不要感染人 自己又康復 減少醫療系統的負壓 因為我們醫療系統裡面 很多是不夠物資的 大家知道嗎 現在是很嚴峻 包括我們社區的東華醫院 所以下星期二 我們社區幾個團體 中華總商會 中華會館 和東華醫院都會有一個空中的籌款 下星期二會上我們中文電台 都是呼籲大家希望能夠 募集資金幫醫院度過這個危機 所以地方當然不想 但是聯邦政府又要 所以這個是一場內戰 我們看不到 好像在中國由上而下 有力的資源調配 有力的行政措施 在美國不會出現這些 我們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錢我們好像有很多 因為我們可以引發 我們量化寬鬆 利息一下就去到零了 又說再扔多少錢進去 無限量量量化寬鬆 錢我們有很多 美國有的事 雖然我們背了很多萬億的債 但是我們不斷引發就可以了 錢很多 我們經濟的財金技巧 我們很靈活 我們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人命 不是錢可以換回來的 我們如果我們繼續是這樣 我們就知道 現在這些都是在我們眼前 一路一路展開 我們見多少說多少 但是可以預料看到的就是 這一場疫症之後 我們整個美國的行政體系 我們一些政治信仰 我們一些社會價值觀 我們會來一個好好的檢討 這個大概我希望是我們秋季的時候 我們好好回望一下 就知道究竟經過疫症裡面 突然期內沒有人想得到的 所謂中美較勁制度體制的競爭 很不經意地 可能就在這個年底之前 我們看到很明顯的分曉 沒錯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來到尾聲 多謝梁總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 繼續是總編輯時間 多謝大家 以上節目發表的言論 純屬個人觀點 並不代表星島中文電台的立場